维塔斯昨日抵清亮相会媒体 一路保持低调神秘 好的 继续我们的报道 那么昨天上午已经抵达北京的俄罗斯国宝集歌手维塔斯 那么今天晚上马上就要在北京举行他的这个个人演唱会 那么这也是他五战中国巡演的第一战 那么之后呢他还将去上海成都重庆等地开唱 那么昨天在机场呢面对仅有的一家媒体 也就是我们央视还有许多的歌迷的时候 因为维塔斯是表现得非常的亲切和风趣 可是昨天下午在他的这个记者会上 还有晚上的彩排的现场 面对上百家媒体的时候 维塔斯突然又恢复了他自己低调的作风 那么沉默不语 那么没有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 那么看来从来不接受媒体采访的维塔斯 并没有在中国打破他的惯例 一起来看 这是他在北京一天半的时间里 在公开场合说的唯一一段话 昨天下午 维塔斯在北京的一块户外草坪上 进行了自己的见面会 面对近百位的记者和五百位歌迷 他全程展现着迷人的笑容 这位才26岁的天才歌手 除了五个八度的高音外 最出名的就是他的笑容和神秘感 果然昨天的记者会上 他全程没有讲过一句话 对记者们的提问 他总是用微笑回应 甚至在抽奖环节揭晓得奖者时 他也没有讲过一句话 而是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主持人 甚至面对热情的歌迷 他也只用拥抱和亲民来感谢 二十分钟后 他便匆匆走下台迅速消失 留下经纪人 面对记者的采访 到底维塔斯从不接受记者采访的原因何在呢 维塔斯最擅长的就是自己的歌唱 他优美的嗓音 就是传达情感的最佳方式 而他讲话并没有唱歌那么好 我们必须把最好最完美的一面带给歌迷 很多记者认为 这是维塔斯的公司特意为他包装出的神秘感 在晚上的彩排现场 大家更是感受到了这种神秘感 原定八点开始的彩排 十一点维塔斯才出现 他拒绝了中方邀请的记者们的拍摄要求 并找到了台下的角落 拒绝彩排 他保持神秘 这是他的衣冠作风 走在他世界各地 他都不是都不接受别人的专访 任何一家媒体都没有做到过 那今天我想他可能还是希望这个神秘 就是贯穿下来 希望大家去看他的演唱会 之前尽量少的曝光吧 事实上 因为维塔斯的这个个性 曾让演唱会的中方主办公司相透脑筋 神秘感和他的微笑形成鲜明的反差 就是我们在做宣传的时候 其实是要给他提要求 他有一个 应该像他有一个极限吧 只能是跟媒体有一个亮相拍照 尽此而已 其他的好像就没有了 包括上次我们虽然他不会 他说话的声音都是做了那个 会说处理的不是他的真声 像太空人的神秘 对 所以这种神秘每一个细节都做得很足 维塔斯的走红和演唱会票房的火爆 反大程度上就是这种特意营造的神秘感带来的吸引力 从各种媒体的描述宣传 在公众面前出现的维塔斯总是被一种神秘氛围包围 和他的歌声一样充满了个性和鲜明的个人标签 据我们同主办单位得知的消息 维塔斯将会演唱28首新老歌曲 还将和中国歌手斯琴格尔勒 共同演唱一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相信今晚维塔斯的演唱会 将会让不少乐迷感受到俄罗斯音乐的独特风情 看来维塔斯的成功来源于他刻意保持的那种神秘感 那么在大家还欣赏不到他演唱会的时候 我们栏目也是特别准备了一份小礼物 咱们一起先赌为快 来回顾一首维塔斯特别具有神秘气息的代表作品 曾有俄罗斯的媒体报道 维塔斯开创了俄罗斯音乐的新世纪 2006年 他就来到过中央电视台的演播室 参加正大综艺特别节目的录制 我们不妨一起回顾这首 他最著名的代表作《歌剧2》 您可以领略到维塔斯神秘而高亢的惊人高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